Hello 大家好 今天已經是9月27日 今天你看到一箱的裝扮 又是去產品 這裡的地方就是Wetchester 給大家看看 這裏就是一間專門產品的診所 之前我老公幫我打很多電話去不同地方 因為其他地方都Full Booking 只有這間就有 我們就開車30分鐘就來到這裏 今天產品最主要應該是 昨天我們去朋友那裏 幫我們檢查了 其實今天要檢查有沒有 BB有沒有問題 有沒有糖時綜合症 或者其他東西 我不知道要檢查什麼 有點緊張 今早就吃了一碗米粉 我希望待會不會在別人診所 所以在嘔吐 這間 好了我們現在到了 這間是Asia Women's Health 我們就進去 強調一定要戴口罩 我這次帶老公來 我不知道他給不給我一口 我老公進去 因為疫情之下他們很熱 好了我們進去 好了我們進去 不給我一步 好 等一下 等一下 很噁心 好了我們現在就登記了 他叫我們註定個人資料 他就會檢查一下你BB 看看裡面有多少周粉 其實我還未填完才再跟大家說 其實我還未填完才再跟大家說 我們今天進去這個房間 你覺得如何? 很好 好 好了我們就分享那天 超星波的時候的情況 那間其實只是專門做超星波的診所 不是專門去看苦產科醫生 因為那間超星波的診所 其實跟我本身看苦產科診所 是有關係的 所以他就建議我打電話去聯絡 都很感恩 因為那段時間都很多人不知為何照BB 就是看BB的結構 所以就 終於有一間是 撞正我老公放假 我就有空可以去那間照超星波 那間真的比較大 環境真的很好 我真的覺得美國醫療很好 因為又乾淨又衛生 而且又服務態度很好 那些姑娘很有脾氣 還有最重要的是 我覺得坐在這裡已經給我感覺很舒服 已經給你有一種心理準備去看BB 就是看自己的小朋友成長成怎樣 所以我覺得美國醫療真的很好 整個過程 那我去到也分享了 就是填那個表 其實都很簡單 就是沒有第一次填得那麼複雜 都是填一下個人資料 有沒有父母遺傳 你自己有沒有什麼疾病 甚至是BB現在多少週 大致上都沒有什麼問題 大概都是填份表 等5至10分鐘 因為那天都有兩三對夫婦去看照BB 他們的肚子超級無敵大 你也知道外國人都比較偏大隻 我長得很小 所以人們會覺得奇怪 為什麼這個女生肚子不太大 然後就去照BB 那天其實都很想拍攝給大家 但醫生已經說明說 沒有錄影 所以我就沒有再錄給大家 不過我用口術告訴大家 那天其實醫生最主要 都照BB的生理成長結構 例如頭、手、腳 看看齊不齊全 眼耳、口鼻、呼吸、心跳 正不正常 亦都看看脊椎 有沒有特別異常 或者成長得比較慢 或者快 還是怎樣 量度的時候一切都很順利 不過很搞笑 我BB不知道是不是比較害羞呢 就是一聽到超聲波 嘟嘟嘟嘟嘟的時候 他就 立即用手 按著自己的眼 然後腳 我看到他 其實我是感覺到很痛 因為 他不斷踢我 踢踢踢踢踢 我老公看到他 就很開心 那我就感覺到 做什麼 不用太害羞 給姑娘、醫生見一下 就是他不斷踢我 我感覺到他動得很大力 最加上那天早上 臨出門口之前不斷吐 因為那段時間還不斷吐 吃什麼吐什麼 早餐吃了一隻雞蛋 還是一隻米粉 吃了一碗米粉 然後就吐 吐出來 其實就是兇肚 然後我喝了一點點水 因為我太乾了 所以我那天都其實不是說 那個狀態很好 進去 照完之後 醫生也說叫我們 訂定下一次 11月再去見醫生 到時候又再照其他 一些結構 所以說 都OK 好了 我也有問醫生 究竟我自己 可不可以做些知道 是兒子還是女 他說可以的 你可以做這個 這個Maternity 21 Plus 這個其實都是美國研發出來的 一個無創產前的服務 可以看小朋友有沒有一些DNA以上 例如說是 Down syndrome 或者是脊椎肌肉萎縮症 或者是其他等等之類的東西 因為他就給了這個list我 他就告訴我 大概是可以檢查到這麼多東西 我知道香港都有 大概如果你做私人的診所 都要六七千元 最貴都應該是七千多八千元 我記得好像港安醫院是這樣 但是我們美國其實醫療都不便宜 首先要看自己有沒有身份 第二樣就看你有沒有買保險 第三樣就要看你自己的年紀 因為他都有分的 如果你是高齡慘苦的話 美國的醫療就會包好 即是會比較有好一點的福利 他會包七成八成之類的東西 但是因為那天我們再跟醫生談完 之後回家再打去保險公司問 因為他額外都有給了一張 類似叫我們打電話去保險公司問 他有個Code number Code number就是有分 例如你是35歲之前 35歲打後的第一胎 和35歲之後的第二胎 他都有不同的Code number 就給你打電話去問 有沒有一些保險公司 可以包多少錢 但是因為我不是35歲以上的人 好像包了自己的年紀 所以就不包我保險公司 我的保險公司不包 當然可能有機會是你自己買的保險公司 會包包 所以你自己也要打電話問清楚 因為不包都要說幾千元美金 沒有聽下去就 哇 那真是二萬多元 即幾萬美金 港幣 比香港更貴 還要是只做一項 還未包其他東西 因為他還有其他 例如肌肉萎縮 或者其他東西 如果不包的話 他是逐項逐項計的 其實都幾拿來的 你問我 不是美國醫療什麼都包 不是的 因為他們私自開大口 而且他們每間公司都是獨立的 他們如果有溝通的 可能有機會包 所以其實你說美國醫療 是不是實際上非常之好呢 他的系統的醫療做得很足 但他付費用非常非常昂貴 所以我建議大家 都是叮咒大家買 一定要買醫療保險 我們最後都沒有做Maternity 21 因為價錢實在太貴 以來我覺得 都應該不會 斷猜不會中 第二就是 我們又不是急於知道子女 於是我們就決定放棄了 對於子女來說 其實我們又沒有特別的喜好 但是子女還是女我們都開心 因為作為父母有BB 其實真的非常之好 但是你真的要問我們的話 其實我們兩個就是相反的 他就偏向喜歡生女 我就偏向喜歡生兒子 大家的目的都有不同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想法 就是因為我們成長背景 因為他有一個好好照顧他的姐姐 所以他會覺得姐姐照顧小妹妹會很細心 但是我呢相反我就做大 那我就想做回小一個 那我就說 如果有個哥哥照顧小妹妹就會好一點 那起碼有什麼事哥哥幫我們頂住 對 還有哥哥會比較man一點 對 所以我們就 那個的喜好不同 但是無論生兒子還是女 我們都開心的 對 那就沒什麼特別了 那我們就期待下次再分享 有些驚心痛拍的故事跟大家分享 因為最近的經歷都令到我好 好像坐過山車一樣 唉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繼續去subscribe我頻道 留言 like 和share給你的朋友 就是這樣了 我們下一集再見 拜拜 拜拜